只能依靠F-35,在缅坏历史的同时也在展望未来。 今年是英国皇家空军成立100周年,但在缅坏历史的同时,它也在展望未来,思考自己未来将驾驶合重飞机,以及由谁来制造这种飞机。 上个月,法国和德国宣布了联合研发未来空中作战系统,FCAS,并由空中客车公司和法国打索公司进行制造的计划。 空客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姆恩·德斯表示,目前尚不清楚FBAS究竟指的是什么。 他说,我们谈论的不是某种军用飞机。 我们谈论的是一套由军事作战空中组件组成的系统。恩·德斯尚不确定它是否需要飞行员。 IHS检视信息集团的航空部门负责人约翰斯·内勒认为,FCAS可能是一种飞机与各种角色的融合。 他说,有了人工智慧,就没有必要总是让人去冒险。 他还说,FCAS可能指的是一种与无人机、导弹和地面系统共同运作的有人驾驶飞机。 你可能会看到一架,忠诚的辽机,一架在掌机旁边飞行的由人工智慧操控的无人机。 他得到的指令是,飞过去看看有什么,如果是敌人就攻击它。 斯·内勒认为,下一代战斗机或许并不比现在的战斗机飞得更快更高。 他说,它可能更加隐形,速度较慢但携带的武器和感测器更多。 我们在性能方面也许已经达到了巅峰。 上述预言令人对空中作战及其所需技术的未来产生了疑问。 图为英国装备的F-35B战斗机。 报道认为不过,法国与德国的协议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,英国在哪儿呢? 曾经是美洲虎、旋风、台风等欧洲战机项目主要参与者的英国,被排除在法德宣布的这项计划之外。 他的大门对其他国家是敞开的,因为宣布FBAS计划的声明中提到了欧洲国防工业其他主要成员的参与。 英国航空航电系统公司,BA-1,坚称,他对这一计划并不感到紧张。 BA-1公司说他拥有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悠久历史,还说他将投资于未来战机的研发。 自去年夏天法德两国的合作首次启动以来,BA-1公司的高管就一直表示,他们相信自己的公司会在任何联合企业中占据一席之地。 然而,英国脱欧可能令英吉利海峡两岸的防务合作复杂化。 他说,旋风,将退役,台风,将在几年内停产,英,项目已经到了极限。 加入法德的项目可能是BA-1保持战斗机设计技术的最后机会。 BA-1公司内部人士私下里重视了上述担心。 一名高层人士说,我们在旋风和台风上的经验全都给了F-35,虽然它很强大,但我们没有任何知识产权。 法国和德国的合作决定受到了行动需求和政治利益的趋势。 在欧洲的环节面临英国脱欧带来的挑战之际,法德在F-B-A-S上的合作也将强化两国在欧洲的关系。 这专注研究国际经济形势,投资更要顺应趋势。 如果你刚刚入市,来找我,我教你。 如果你已经身在其中却并不理想,来找我,我拉你。 如果你已经在这个市场摸爬滚打却遍体鳞伤,来找我我帮你。 不能保证你一夜翻舱大家致富,但希望能细水长流,汇聚江海,用心做事,态度做人,希望能成为良师一友。 套单的朋友,如果止损点位已经过了,行情已经反转,就没必要再去硬抗。 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误影响你的心情,小损一单安全离场,盯准目标或将力挽狂澜。 解单和应急补救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楚,不同仓位不同点位策略不尽相同,本文不作一一阐述,可详询。 在集会面前,聪明人永远是应可抓错,绝不放过。 感谢观看